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一個風流的男人 已經過了一輩子了 叫做岳華先生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岳華原來之前有個老婆是意大利人 被人挖出來說 她的老婆也未必是老婆 隨時只是拿居留權 假結婚不是吧 這只是窮飛龍說的 後來看到她的妻子叫舔妮 介入她的婚姻 有人說她的晚景很淒涼 究竟是不是呢 舔妮原來是舔妮的姐姐 難怪這麼像樣子 岳華也有很多女兒 除了一個意大利女人之外 是前妻 後來娶了舔妮 那件事搞到要律政司介入才能取得到 還要說 搞婚姻事件被記者撞到 還說是搞公事 兩個死都說沒什麼 你信不信 後來真的是夫妻 原來她也跟很多女人發生過一些關係 譬如 鄭佩佩 那不是袁梓衛 雖然兩個是一樣的 鄭佩佩 還有就是危康的妹 逆書都說有一手 要交給熊飛龍先生 跟大家說陳年往事 交給你 謝謝五仔 大家好 飛龍 想說一下舔妮 其實當年演戲 我都不太懂 因為一來我年紀很小 而且她好像當年也演很多有關風月片 那些東西 好像太小了 沒什麼機會可以看 不過她的丈夫 我反而認識 因為小時候有看她的劇集 很厲害 她當年的劇集 打到當時大台是要腰斬劇 因為當時鶴華在麗的演劇集 但她好像很早已經是電影大將合 已經有點名氣 也認識舔妮的阿妹的舔妮 因為當時以前有看TVB的劇集 然後舔妮也曾經跟孟主任結婚 突然間要說舔妮這個題目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題目 就說她暴瘦30公斤 認都認不出 曾插足惡華婚姻逼酒原配 有沒有這麼嚴重 待會我會告訴你沒有這麼嚴重 為什麼呢 有解釋 舔妮離世後三年 靠打雜工維生 太淒涼了 有沒有可能呢 結尾會講一下 今天主要講一下 她和惡華婚後的生活 有段時間她去了移民 更主要講一下惡華 因為比較認識一點 我會講一些惡華的事情 有關她的神秘前妻 其實人們真的不太知道前妻是誰 應該除了她之外 她自己之外 應該沒有人認識她前妻 待會會講為什麼 還有惡華幾段感情的事情 跟舔妮之前 其實跟逸書 作家逸書一起 亦跟華夫人一起 誰華夫人 唐伯虎點秋香 華夫人 鄭佩佩 那些感情的 聽她們說 對惡華的評價都很高 我待會會一一全部講完 其實惡華在早幾年 2018年的時候 在加拿大小小 當時她有中年76歲 惡華原名就是梁樂華 身於上海 20歲時移居來香港 然後在90年代移民到加拿大 當時應該跟阿謙妮結婚 所以舉家移民到加拿大 所以有一段時間完全見不上去蹤影 不過近十多年 她就回來香港拍劇 所以很多時候 在TVB近十多年的戲 會看到她的出現 其實她還未移民到加拿大之前 都有去TVB拍劇 我最有印象是 當時演《二不容情》 我記得是很有威嚴 她應該是演雙天娥的爸爸 但是她還未去TVB之前 都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之前去黎的 拍了幾部劇 我都有看的 包括浮生六劫 還有最厲害就是《大地恩情》 當時《大地恩情》的收視 好像跟TVB去到五成 還是超過五成 忘記了 大約是這樣 當時TVB就是播輪流轉 搞到輪流轉要斬 後來臨時改播《千王之王》 是臨時拍的《千王之王》 對回《大地恩情》 當時這部劇很受歡迎 《大地恩情》還拍了幾輯 但最受歡迎也是第一輯 我忘記當時《大地恩情》 是惡華還是劉智榮 是主角 但是兩位都應該是 都有差不多的氣氛 最後去了TVB拍 跳吵在TVB 我記得是初期演過季節 但到了1989年 之後就已經適應了 後來跟阿廷尼移民 到了2007年 才回到TVB 當時已經突圍行動 出來了 有幾套都算出名 TVB劇也有份演 就是《朱哥寶器》 《根葛梟雄》 最後演的那套就是《張寶仔》 看回我說的 背景也蠻厲害的 其實他本身就是 上海出生的 家裡算是蠻富裕的 小時候已經挺有演藝的天分 十歲的時候還被北京舞蹈學院招收入學 但在父親反對之下 最後沒有入讀 最後惡華就改了去學習 長笛指揮 還懂得作曲 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投入上海音樂學院 以及上海戲劇學院 同時間兩間學院都取錄他 很厲害 所以當年他主修長席和指揮 我以為他只是演戲 原來是音樂人 後來某些原因之後移居到香港 62年初到香港 63年已經投考 少氏旗下的南國訓練班 當時同班同學 還有陳鴻烈夏宇 66年已經演出代表作大醉合 但最後他和鄭佩佩一起演出 因而大家應該拆出愛火花 但這段感情只維持了五年 當時他和鄭佩佩分手 但鄭佩分手之後還說 惡華是他認識這麼多男人之中最好的一位 真是沒得頂 讚過惡華的人 不止鄭佩佩一個 因為當時他們兩個拍拖的時候 還有著名作家的逆書 當時他替邵氏做記者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是三人行 當時逆書也被惡華的好男人性格而吸引 最後還成功地是女追男 當時惡華和鄭佩的感情 還被雜誌封面拍過 當時難得影聲配床女 當時訪問中有問過鄭佩佩為何喜歡惡華 鄭佩就這樣回答 鄭佩給人感覺他就是好人 鄭佩是一張好人的臉 而他性格逆是同時真的好 不是假的 鄭佩佩本身他人真是好 不然就會被他好人的臉騙騙了 鄭佩還這樣批評 誰都知道 鄭佩華的便宜都不會有後顧之憂 高度評價 但最後他們兩個都沒有開花結果 傳聞因為女方太過公主病 鄭佩當年和拍拖的時候 鄭佩佩已經結婚移民去美國 但因為鄭佩佩一封月陽相 令當時譯書 躁議大身 不單露氣 鄭佩還剪爛西裝衣服 更衝去鄭佩的住宿 用刀插去床上高 最後更將鄭佩佩所寫的情書公開給傳媒 結果不單止影響鄭佩佩的婚姻 連鄭佩的形象因而受損 所以鄭佩一怒之下和譯書分手 之後鄭佩和邵氏影聲鄭佩一齊 分後之後他們兩個放棄了演藝事業 移民去加拿大 聽說當時鄭佩管鄭佩也管得很嚴格 你知道鄭佩演戲了這麼久 突然叫他不演 難免有時都會有些氣隱 但當時鄭佩說了一句 你夠膽走 一走有人就發惡 曾經鄭佩在訪問中說過 他和鄭佩結婚之後 是怎樣呢 包括沒有行動自由 沒有經濟獨立 不可以亂交朋友 不可以亂接工作 所有他的朋友都是老朋友 基本上他已經沒有新的朋友 結婚之後沒有認識新的朋友 全部都是夫妻認識的圈內朋友 後來鄭佩為何可以回來香港拍戲呢 因為後來鄭佩信了佛 之後思想就變得開通了 才讓鄭佩回來幕前演出 鄭佩說當時和他結婚 鄭佩的脾氣都頗複直 幸好大家都會遷就下 要不然火聲撞地球 鄭佩夫婦曾經被鄭罩查的訪問 鄭佩姐 他們兩夫妻 是凹凸夫婦 鄭佩的性格比較直率 鄭佩就比較內斂 鄭佩就比較內斂 鄭佩訪的時候 北王在鄭佩都會耍花槍 鄭佩經常笑鄭佩向自己逼婚的情況 當初你怎麼結婚呢? 當時他沒有想過什麼結婚的 只是有一次跟廷尼在外地拍戲的時候 當時每晚都在一起 突然廷尼跟廷尼說一句 你會跟我去求婚的 原來當時是女方提出的 當然啦 見一個好男人 馬上一手就先抓住他 雖然說他們兩個很好 但亦傳過他們兩夫妻試過在車廂 大打出手 還罵上警局 當時惡華的解釋就是 那晚其實廷尼喝醉了回家 期間突然 突然伸手抓住他的軚盤 是不是呀? 他本來反而一手撥開他 然後傳出兩個人打架 都挺有趣啦 其實兩夫妻 很難 每天見面都不會有阿薩 其實有什麼阿薩都很平常 只能說惡華一直都願 擔當廷尼身後的小男人 亦有報道說過的幸好地就生了個女兒 有個女兒在 令到這段婚姻會維繫 要不然有可能 兩夫妻就已經離婚了 而惡華對阿廷尼都挺好的 很多時候 他都會陪他回台灣那邊探親 還試過在鏡頭面前很自豪地分享 說他甘願為阿廷尼 一生 當背後的小男人 所以惡華過身的時候 阿廷尼都很傷心 意義不捨 那惡華是怎麼過身呢 其實呢 當年 2018年的時候 惡華還在 多倫多籌備多時的舞台劇 記不出的情書 正式公演 還有演出的 2018年的8月 但是在10月的時候 惡華因為突然腦中風入院 兩天之後就已經在 當地的醫院去世了 所以當時的舞台劇只是他遺作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要珍惜就要珍惜了 因為死亡的東西隨時 出現是你不知不覺中的 但總算惡華也算是 安長地離去 不受很多 痛苦之下就離開了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說了那麼久 說了惡華的幾段戀情 不看他前妻 前妻是甚麼人呢 惡華的第一任的妻子 其實是一名以達籍的女子 那麼當時你怎麼認識呢 就是1973年的時候惡華 在意大利 為兆氏拍一套電影 叫三超人與女霸王的時候 因為當時他的對手刺傷了他對眼 惡華 當時惡華以為自己 被他刺得慢了 幸好原來只是皮外傷 逢針了16針 當時就要在羅馬那裡療傷 而當時翻譯完就找了一名以達籍的女子 充當導遊 兩個人相處期間惡華就覺得對方的監禁比較貧困 又想去香港旅遊 當時就一個報答對方的知恩 只是出機票請對方 去香港遊玩 被擔任保證人 最初只不過是批三個月居留 最後就是逐期半年 但是到了半年之後 移民局 所謂的移民局就是入境寸的前身 就不讓他們再延期 當時惡華 沒有辦法 當時問人甚麼方法都搞不定 除非 只有一個解決方法就是跟他結婚 當時移民局跟他說 除非你們結婚 否則 就不可以再申請居留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而結婚 當時惡華還跟記者說 今天不是假裝起事 是假裝公事 當時跟這位意大利女生說了 結婚只是為了去居留 之後大家就走各路 不用向對方負責 當時這位意大利女生搬到惡華的邵氏宿舍 屬於惡華的同居女友 至於他們有沒有其他關係 他們兩個人才知道 根據報導 後來這位女生鑽了香港 最後又回到意大利 當時惡華想著自己這輩子都不會結婚 因為她本身是不分主義者 她認為一個人 自由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時她沒有跟這位 意大利女子搞離婚手續 後來就糟糕了 惡華又跟惡華要結婚 但她找不到這位意大利籍的妻子去了哪裏 那怎麼辦呢 後來到了1989年 惡華還決定要 移民 當時有人幫她做了一條計劃 香港陸政司前司長梁愛斯 幫她想出一條計劃 當時她分別在香港和意大利 登報 尋妻離婚 經過一段手續之後 才扮妥離婚手續 才可以跟阿田里成為正式夫妻 聽回這段往事也挺好笑的 到了結尾 要說一下阿田里的近況 一路一路找 不知道是不是阿田里收得很緊 我真的找不到近況 但是網上有些說 她出來打工 又說瘦到暴瘦30公斤 我想這些只不過有可能網上 桌頭的題目 吸引人看 所以 只能說 不好意思 原來這些最後是 這樣的題目而已 這樣也不要緊 只聽惡華的故事也很有趣 到底大家覺得惡華是一個好人 還是一個被人找笨的人呢 歡迎大家留言在這裏講一講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